主要是手持裝置的管理功能 還有管理的設定跟我們會準備一些demo讓大家一起參考 還有一個架構跟Q&A的部分 首先其實目前 手機的諮詢安全其實主要是 主要在於人 因為其實現在人手都有一支行動裝置 那所以在企業的方面的話 他會面臨最大的威脅是如果這些員工 他手機有連結公司的一些資源 比如說電子郵件或是像OneDrive這些 可以存放公司記憶資料的一些APP的話 如果員工他的手機遺失掉的話 很有可能會導致這些公司的機密資訊外洩 或者是說有些員工 如果不孝的員工 他利用手機來收集一些公司的機密資訊的話 其實也是對企業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國外有一個公司 他其實去針對一些大型的企業去做一些調查 那 其實基本上 50%的員工 在工作上面 其實都是使用自己 所準備的 手持裝置 就是行動的 手機 這些 那在 90%的企業 其實他有些員工會 至少有兩個以上的手持裝置 在自己內部的企業所使用 那在93% 其實 員工其實他有 承認 他可能會 他曾經有違反過一些 資訊的安全原則 那其實 也有80%的員工都承認 其實他在工作上面 所使用的 手持裝置 裡面可能都有 在使用 一些 沒有被公司所核准的一些軟體 可能是一些Serv Party的軟件來去做公司的一些 資訊的存取的動作 那像這些問題的 這些情況的話 企業要怎麼 去 去 去 怎麼去增加我們管理這些 App的部分 那其實像 O365的MDM的話 其實我們除了管理 就是 員工的手持裝置的設備之外 我們其實也會管理我們的 電子郵件 以及我們其他相關 存取公司 內部機密資料的一些App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 O365MDM的內建功能 其實都有 都可以去做一些 管理 那其實 O365他其實在手持裝置的管理主要其實有分兩大塊 一部分 您看到白色的 白色底的這個部分其實是O365內建的功能 那 我們可以針對手持裝置來做一些存取的限制 包含郵件等等 那 我們也可以在 呃 員工所使用的手持裝置做一些 裝置的管理的 一些規則 那 就目前的話 市面上的 OS 比如說像 iOS 或是Android 還有Windows Phone 其實這些都是有支援的 那在這些內建的功能裡面呢 呃 我們其實也可以做一些 報表的顯示 以及我們 如果員工 離職 或者是 手機遺失 我們也都可以去做一些選擇性 抹除的一個動作 那 另外 針對App的應用程式的管理的話 呃 我們Microsoft的Intune也有支持 那他會針對你手機內所 安裝的一些App 做限制跟管理 讓管理者可以去有效的去掌控 公司的記憶資料的 遺失的一些風險 好 那像 在我們O365 呃 在存取O365資料之前 呃基本上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存取的限制 那 使用者如果 呃在他自己的裝置 呃上面要去存取公司的資源的時候 呃我們可以在 App下 在 在手機上面下載App 那在登入公司的帳號的時候 他會 呃要求 公司呃就是 員工 用帳號登入 那他會 顯示說 你這個裝置 必須要先去 呃註冊 註冊完成之後 你在這個裝置上面 才可以去 呃有效使用的 呃有效的去存取 我們公司的一些 內部資料 呃 那針對 裝置的設定的話 基本上 我們在O365的 內建的功能 我們也可以去設定規則 那這個規則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去 呃設定說 呃 呃我們可以要求這個裝置 的 這個 PIN 碼 就是比如說我們解鎖的這個這個 密碼 我們要求這個複雜度 或者是說他的 呃字源的數字 那 以及說在這個裝置上面 如果我要去 呃 存取這些資料的話 我都會要求要做加密的備份 或者是說 我們存取的時候 也要限制 呃 也要限制 呃 不讓你做螢幕的擷取 或者是說我可以 把你的這支手機 封鎖你做藍牙的傳輸 等等 這些都可以在 呃 MDM 的 原則管理上面去做限制 好 那 呃 IT 的管理人員如果在 員工他手持裝置如果說 遺失了的話 那 基本上 管理人員可以從 管理界面上面 去 呃 執行一些 抹除的 動作 那 這些抹除的動作呢 呃基本上我們可以去選擇說 我是 只要抹除 我們公司office365的 APP的一些資料 那 這些使用者 基本上他 呃 原本自己的一些資料 比如說像他 個人的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說他個人的 音樂 其他的APP 其實都不會被 抹除 那 那 這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呃我們 IT 的管理人員都可以透過 MDM 的管理界面 然後去抹除這個 office365的資料 所以基本上不會影響到 使用者他 他個人的一些 呃 資料的一些 部分 好 那 我們現在來 介紹一下怎麼去管理手持裝置的設定 那 首先呢 我們先 呃 大概說明一下 呃 如果在office365 我們要怎麼去建立這個 MDM 的部分 好 我們首先可以到office365的 平台 那 這個平台上面呢 您在左下角的系統管理中心 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到 呃有一個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好 那這個security and compliance的話 基本上呃 如果您是第一次註冊使用的時候 其實您會被 呃 OK 在security and compliance的話 到了這裡面的話 如果您第一次使用的話 您可以點資料外洩防護 那裡面有一個裝置管理 那在這個裝置管理的部分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的話 它會導向 呃 您到 呃 第一次的設定 那 第一次設定的頁面的話 基本上 呃 您就可以依照它的 呃 页面的設定 去 開始去做設定 那 其實它這些 主要的話 呃 您會去設定一些 DNS 的一些 Raker 跟 呃 您會依照 呃 比如說像 VPNS 如果您是使用iOS的話 您必須去Apple上面去 呃 生成一個 屏證 那這些部分 基本上在這個頁面 它都會 呃 帶著你去做 但是如果您沒做完的話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在 呃 之後您開啟這個MDM功能之後你也可以去做一些配置 那 我這邊來 介紹一下 呃什麼是 呃就是 APMS我要怎麼去做建立 那我這邊有一個影片的demo 好 那 我到security and compliance之後我先到呃系統管理的工具 那 呃我 到了 呃 那我開啟這個管理工具之後呢 我上面的設定我可以去點選管理設定 那我們DNS如果都已經配置完成之後我就可以去點 呃 certificate的配置 那他會導向一個 呃installApple的push notification certificate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會先下載一個呃 呃憑證的請求檔 那這個憑證請求檔您儲存在電腦之後您就可以到呃 呃 Apple的 Apple的 Apple的憑證去申請 那這時候您會需要一個一組Apple ID 那呃 呃建議您可以用公司的呃就是帳號去申請一組Apple ID 那您呃 這個登錄之後呢 呃我們這邊 登錄Apple 之後 呃他這邊就可以讓您去上載 您這個憑證剛剛我們下載的憑證請求檔 那呃這個憑證請求檔把它上載完成之後 他就會自動給您一組APMS的憑證 那這時候您再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個憑證基本上就是要匯入到我們Office365的 呃 MDM管理界面上 那您下載完成之後你就可以回到剛剛這個管理界面 那呃你把剛剛下載下來的憑證 給上傳回來 好 那 那做完驗證之後呢 基本上您在呃 MDM上面的 APMS 呃就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您的IOS基本上就可以被認證完成 這是針對 呃 APMS的部分 那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 呃我們在 MDM上面的原則的管理 呃 呃其實MDM的原則管理剛剛有大概提到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去設定說 我有一些呃 限制讓這些手持裝置連線到我們Office365的支援 那呃 比如說像是您的 呃 解解開手機的密碼 那呃 當然有些人可能 沒有習慣去設定 密碼 那 假設說如果您 呃 有儲存我們的 Office365的一些資源的時候 MDM就可以去限制說 您這個手持裝置 一定要去 設定密 PIN 那 這個密碼也有可以去設定說 呃你要 呃 呃 幾個 字元的一個長度 那再來 我們也可以 強制這些設備上面的資料都要做加密 以及 如果這些不符合規定的一些設備的話 呃我們都會列在報表裡面 或者是說 呃 不讓他存取 好 那 這些手持裝置的 呃 存取基本上我們也 呃都可以去做限制 比如說 呃 你限制說有一些文件你要做 存取的話你都是要做 加密的動作 那防止你這些或者是說你手機上面 出去 存取這些文件的時候 我不讓你去做 呃 畫面擷取的動作 等等 那另外當然你也可以去排除說譬如說有些人 呃不套用這些 呃 原則 也是OK的 那 另外再來就是說 呃假設說您的裝置是 不支援的話 MDM不支援的裝置的話 呃我們 其實在呃原則管理上面其實也可以設定說 這一類如果 沒有套用這些PASI的裝置 是可以直接封鎖它 或者是說 呃即便它 呃是MDM不支援的裝置 你也可以允許它存取 Office 365的資料 那 這樣子的一個配置的設定呢基本上在 在Office 365的安全性與合規性的 頁面中 呃您可以到 資料源 資訊安全原則這邊 去做設定 那 剛剛所說的一個 呃就是針對不合規的一些 裝置啊是不是要把它 呃限制存取啊 在上面這紅框之處也都可以去 選擇 去做設定 那它的 頁面就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好 那我這邊接下來要demo一下就是針對MDM的原則管理我們去怎麼做新增 好 那首先到安全與合規性這邊 我到 呃 裝置安全原則這邊 我們可以去新增一個原則 那新增原則的話基本上您可以針對這些 呃原則去做一個命名 那 呃 我們就 隨便輸入一個命名 那其實它的配置 呃 設定的方式蠻簡單的 這邊就會 呃告訴你說我們有哪一些可以去做設定的 比如說剛剛說的 密碼長度的一個限制 手機解鎖密碼長度的限制 或是說你密碼到期的天數就要求你要去做密碼變更 等等 那這些都可以在這個頁面去做一個設定 那 呃 配置完成的時候他就會問你說呃 你是不是要套用這個原則 那你可以去呃 自行去做設定 那假設你要套用這個原則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在呃這個頁面當中 去新增 群組或者是人員 那我們這邊 選一個 全公司的群組 那呃 選擇完成之後 您按下一步的時候 那這邊就會呃 列出您所要套用的原則的一些資訊 好 那你確認這邊的呃原則套用都正確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 建立這個policy 那這時候mdm的話他就會直接去 呃套用這些帳號 呃 呃 要求這些帳號去套用這個這個群組管理的原則 那如果說您後續要做修改的話其實在剛剛最後頁面那邊也可以去做一個修改的動作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Kandys來呃 介紹註冊管理的裝置 好 那呃 呃剛才 Town 所介紹的主要是針對管理者管理面的部分要怎麼樣去設定 mdm 那我這邊就是來介紹說從使用者的角度我們要怎麼樣來去說註冊裝置 然後使用者看到的畫面會是怎麼樣子的呃訊息 好 那使用者在設定的時候首先呢呃 使用者要去下載 比如說當他要去存取公司的資料 他可能會去下載office的one drive 然後或者是outlook app 然後甚至是powerpoint 那這時候下載之後他首先要去設定裝置 那就是去把這些app下載之後 那他必須要用他的帳號去做登錄 然後去註冊他的裝置 然後在 在啟用email的時候他其實是會 做一個呃 inroll的動作 那在呃註冊裝置完成之後他會去下載一些manage的profile在手機上面 然後讓這個呃 喔365可以去控制裝置本身 那在啟用裝置的部分 就是呃當這些註冊裝置的檔案在手機上面去安裝了之後呢 我們要去做啟用 那啟用的動作他主要是要讓 裝置本身符合呃像先前 汤有提到的一些規範 比如說呃 PIN碼 或者是說呃不能截取畫面 之類的呃 這樣子的規範 那呃使用者在 裝置註冊的時候 會看到什麼樣子的 訊息呢 首先在A9AD註冊的時候當User 透過App 比如說OneDrive App 或者是 Outlook App 去登錄的時候 他會出現呃左邊 A9AD的註冊 提示呃提醒是說呃你的組織需要你加強安全性 那你的 裝置必須要註冊之後才能夠使用 那如果 User 他並不是透過我們的 Office App 去登錄的話 他可能因為像我們手機常常會有內建的 郵件收發軟體嘛 比如說呃 IOS 裡面也有他的郵件 或是 Android 裡面也有 自己自己內建的 那當使用者這時候直接去在 內建的 郵件收發軟體 去註冊 呃就是 去登錄 想要收發郵件的時候 那當有套用 呃 O365 內建的NDN 他就預設就會發出這樣的一封信 給使用者 就是說發現說哎他嘗試要去存取公司的郵件 那請他必須 裝置必須要註冊之後 然後才可以呃 才可以呃才可以繼續來存取公司的資料 那手持裝置的註冊的話 呃 呃 這邊 分別有不同的系統 要去呃安裝不同的App 那以 那以 iOS 跟Android 的話 他必須要去下載 Company Portal App 那中文的是公司入口网站 在App Store 裡面去搜尋公司入口网站 然後他是這樣 藍藍 藍色的這樣子的一個 Icon 那如果是Windows Phone 的話 就不需要再 額外下載App 直接透過 Windows Phone 裡面的 Workplace 就直接可以來去做 手持裝置的註冊 然後 好 那我這邊呃 播個影片 Demo 一下 就是說 使用者這邊會看到的 畫面 OK 那這個是iPad的畫面 當我們呃 一開始使用者在iPad 他想要收發公司的郵件的時候 他可能會用內建的郵件收發軟體 去輸入公司的電子郵件帳號 跟密碼 然後當帳號驗證過以後 使用者可能會選擇說他要存取 什麼樣子的資料嘛 那當帳號加入之後呢 使用者就會 回到他的郵件收發軟體 在一般情況下 我們直接如果沒有套用NDN 在這裡應該是可以正常收信的 但呃 在有套用NDN的情況的話 你這邊是 在還沒有印絡之前是 還沒註冊之前是沒辦法收發 任何公司的郵件的 那首先他會把您 先導到 我們的 O365的Manage的Portal 然後要求您註冊 那如果 沒安裝 公司入口網站的話 他也會要求您安裝 然後我會幫您導到APP搜取 那像我這個是已經安裝了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開啟 然後在我們的公司入口网站 去做登錄的動作 然後登錄之後 他會去載入您的資料 去確認說您的這個裝置 是不是已經註冊 然後符合裝置的規範 原則 然後當他一發現您這個裝置 還沒註冊的時候 他就會秀這樣子的訊息 要您 去做註冊 然後提醒您說 Microsoft可以看到哪些資料 然後在點選下一步 會導到手持裝置本身 要要求您去安裝 我們的Manage Profile 來讓O366去控制 手持裝置的一些本身 公司的資料 他目前還在確認說 裝置是不是 註冊 然後他會確認說還沒註冊的話 他這時候就會導到手機的畫面去了 然後這時候他會要求您安裝 Manage Profile 那首先安裝之前會先要您輸入 裝置的密碼 讓裝置允許 他去裝這個Manage Profile的動作 那他會產生 私密金曜跟登記就是剛才 小湯 湯這邊有介紹的 APM 上傳的那個APM 屏證 他會把它下載在 裝置裡面 然後主要 屏證是用來 控管說 手機 跟Manage Profile之間的溝通 那也會 資料也會透過 SSL加密 去做 傳輸存取 這樣子 那當註冊以後 我們重新載入 公司入口网站 他就會確認說 OK你的裝置是不是 已經註冊了 那如果已經註冊他前面就是 就會去打勾 確認是OK的 然後剛才最後一個步驟是說 因為剛才我們去收發 Email的時候 並還還沒有先註冊 那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去啟用 讓 你能夠去收發 郵件 好 OK 登錄了公司入口网站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當初我們在規則的時候 有設定說 密碼 至少P碼 裝置的P碼 至少要8碼 它就會不斷的 繃出這樣子的訊息說 你必須要在60分鐘內 去把P碼改掉 我們才可以 存取公司的 資料 那 這個取決於說 有沒有強制要去改P碼 取決於說 您公司的 規範 你是不是 就算他 不符合規範 還是要 讓 還是能夠讓他存取 但是 可以再回歸他 回報他有 违規 然後 以密碼的部分 它是會強制 就是在60分鐘內 要求您是一定要改的 好 那這時候就可以成功 存取公司的 資料 OK 那接下來這部分都是 剛才那個demo的截圖 到時候這一些也會附在 slide裡面 然後課後這一些都會 呃 分享在 呃 我們的channel 9上面 然後 再來就是 呃 手持裝置的規範 就是說當user他今天來 使用者今天來去註冊他的裝置之后啊 他怎麼知道他的手持裝置 是 是符合我們規範的 那如果沒有符合他會是 什麼樣子來去 什麼樣子來去顯示的 那 呃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的這個 畫面 左邊第一個畫面呢 他這個是完全 他雖然登錄了 但是他是還 呃完全沒有去安裝 呃我們的 有些裝置他可能本身是有 違反規範的 譬如說他可能是月遇的裝置 呃然後或者是說 如果說呃管理員有設定說 電子郵件的呃 呃的帳號的一些資訊是要 要呃 透過公司所控管的話 那他發現說使用者本身就已經 先有在裝置 呃去 自行註冊 郵件收發 那他也會崩出這樣的訊息 那如果說呃管理者有設定說 公司的郵件的 profile 是由公司自動配送下去的話 其實在您去註冊 在呃使用者 直接去登入我們的公司入口网站 的時候他自動會在您的 內建的郵件收發軟體 自動去幫您建一個 電子郵件帳號的資訊在裡面 使用者不需要再去呃 再去手動再去輸入一些像我們先 剛才demo的使用者不需要再去輸入 那些資訊了 他自動就會幫您帶進去 然後第3個圖就是说 我們使用者的iPad他如果 已經註冊了 然後也是符合規範的 他就會呃 像第3張圖這樣顯示 然後最底下會顯示說這是符合規定的 好這個以下是我們支援的office app 那呃 以目前來說支援的office有app App有OneDrive for Business iPad的PowerPoint跟Excel還有Outlook 然後呃版本的部分特別要注意一下 呃iOS的話要7.0以上 然後Android的部分要4.0以上才是支援的 那如果是相呃比較舊的版本 這部分就並不支援 就是O365NDM並不支援啦 然後Native App就是內建的 郵件收發軟體 也都是支援的 那以Windows Phone來說 所有的office app 目前是都不支援的啦 那主要只支援 Native App 那主要是因為 產品組我們還是會根據 就是因為之前確實也有客戶詢問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Windows Phone 支援的App 就是幾乎都不支援 那呃主要是因為產品組還是會根據他的施展率 來去針對一些功能的去做一些設計這樣子 好 那呃管理的部分 我這邊會再說一下管理的部分 因為呃 在使用者註冊完裝置之後啊 管理者要怎麼樣去做 呃管理 那比如說像使用者他可能離職了 但是他原本有用手持裝置去 去 收發郵件 但是呃 我們又不想 不希望公司的資料外洩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可以透過呃在裝置設定這邊 有一個呃點到使用者裝置 我們可以去做 完整的移除 跟選擇性移除 那在以往呃 MDM 跟以往的 ActiveSync 的 policy 不同的是說 以往的ActiveSync policy 我們要去把使用者的資料移除 我們只能做 完整移除 所以使用者你 所以當 你去完整移除的 時候 使用者他不止 你不止把公司的資料移除了 使用者的手機 也會整個被reset 所以大部分的使用者會對於 呃完整移除這個 這個方式會 非常的反彈 那 呃在O365的MDM 我們是可以選擇性移除的 指移除公司的資料 所以他並不會影響到 呃使用者他本身 自己的資料 好 如先前所說的就是當 呃使用者他在我們的公司入口网站 去註冊了之后 他其實預設會在呃 我們內建的邮件收發軟體 去多增加一個 Office 365 Email 那呃 當 邮件所以當 使用者去看邮件的時候 他其實不只是 不只有個人的邮件 還有公司的邮件嘛 那完整移除就會變成 整個全部都被 整個裝置都被重設了 那如果我們選擇 選擇性移除的話 他實際上他 只會去把我們 Office 365的 Email的資料 去做移除而已 所以只有公司的資料 會沒辦法存取 然後再來是 OneDrive的部分 當 管理者 選擇了 設定了 選擇性移除的話 使用者這邊也會收到 是說 應用程式 抹除的警示 就是說 IT的管理員 已經把 您的公司的資料 做 移除 然後接下來是 這個報表的部分 主要是先 主要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報表啊 在 之前的版本 今年6月之前的版本 我們是可以看到 就是 哪些使用者 違反了規範啊 那我們去 選擇性移除 呃多少個装置 是有這樣子的 報表 但是呃 在今年6月之後 這個部分 是已經被 拿掉的了 那如果說 大家覺得這個 很好用的話 其實是可以 透過多多多 透過我們 User Voice的 網站 去 提供建議呀 因為O365 持續的功能 一直持續在改進 那建議大家 可以透過我們 User Voice 網站去做一個 回饋 OK 再來是架構的部分 就是 MDN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去運作 首先呢 IT的管理員 就是會先到我們 O365的 Security and Comparance Center 去設定原則 就是先前 Town所介紹的 那設定完原則 之後呢 他是會把這些原則的 資訊 第一個 寫 寫到 AD去 然後跟 我們的 Intune的 Portal去 讓 Azure AD 跟Intune 知道說OK 這個User 他是有 套用原則的 然後 然後 當使用者使用他的裝置 去存取資料的時候 譬如說他透過 OneDrive 或是 Email App 來去存取資料的時候 一開始一定會先連到 O365 那他當然要輸入相關的 驗證資訊 這時候把 驗證資訊 提供給 Azure AD 那Azure AD 就會去確認說 這個User他應該是要套用 我們的 MDM policy的 可是在他的 他去檢查 他會去檢查他的 裝置的一些 物件 但他發現是空的之後 他就會要求說使用者 你應該要註冊 然後當使用者註冊之後 就是去裝我們的那些 Manage的profile之後 他其實是會寫兩個字 回到我們的 Azure AD的 就是這個裝置的ID 跟是否他已經受管理了 然後Intune呢 就會去檢查 就是 我們裝置 雖然受管理了 那Intune就會去檢查說 呃 這個裝置 他是不是 符合我的一些原則 規範 比如說 PIN碼 然後或者是 越域 呃 無法 螢幕截取的 的一些狀態 那 確認 裝置符合規範 之後呢 Intune就會把說 裝置以符合規範的属性 寫回到 Azure AD去 然後就是 顯示它是符合規範的 East Comprime 然後當使用者這時候 再連到Azure AD的時候 就會 提供相關資訊嘛 那Azure AD確認它符合規範之後 就會回傳它一個 Azure token 那這時候使用者就可以成功 存取到 SharePoint跟 Eacheng的資料了 然後 然後再來的是 就是我們 常會遇到 設定MDN的問題是說 使用者可能有設定 管理者可能有設定 一券局ActiveSync的 Policy 那 即使設定了ActiveSync Policy 我們還是可以去套用 MDN的原則 那MDN的原則 基本上是會覆蓋 Eacheng ActiveSync的 Policy的 那它的覆蓋 並不是說 我們透過 那個管理者的 UI 是可以看到 ActiveSync Policy 被改掉 主要不會是這樣子啦 它是 就是基本上 它是會 當使用者註冊的時候 它有套用 ActiveSync Policy 跟MDN的Policy的話 它會以 MDN的Policy 為主 然後 如果說要確認說 使用者是不是真的 套用了 MDN的 原則的話 直接去我們 裝置管理 MDN裡面的 裝置管理 來看說 使用的裝置 是不是 列在上面 然後 然後這是 O365手持裝置的 功能 比較 比較表 那 可以看到說 我們預設的 Eacheng ActiveSync Policy 其實 它是 只能就是 我們只能管理 管理Email 我們沒辦法 比如說像 SharePoint OneDrive 它是沒辦法管理的 它主要只能 管理 郵件的 限制存取 那它如果要 抹除的話 也是只能夠 就是 完整的抹除 就是等於整個 裝置要重設 然後 NDN的話 當然就是 又包含了 ActiveSync的 前面所列的 這些功能 那它其中是 也有就是它能夠 透過群組的方式 設定原則 然後還有 它能夠去針對 Root 或是月域的偵測 那還有它可以 選擇性抹除 然後還有 就是要 它一定會可以 確認說 你的裝置是已經符合 規範了 我才 讓 User 去 存取公司的 資料 那 Intune的話 當然相對功能 是 更多的 那 它不只可以去 管理 Intune的話 不只是說可以去 選擇性抹除 資料 那它還是可以去管理說 公司 安裝的App 比如說它可以限制 使用者的 裝置 哪些App不能 装 那也可以是去控制說 使用者的 比如說 這是公司的 資料 那它只能在 公司允許的App 裡面 互相複製 貼上 不能把公司的資料 比如說 複製然後貼上 自己 使用者自己 其他個人的App 然後 Intune也包含 就是 PC的 管理 好 那目前針對 O365那間MDM的 說明就到這邊 那大家有任何的問題嗎 請問 請問 不 solution 我可以想怎樣 了 請問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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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看到有人询问说 如果是透过Skype传送资料 传送资料 我看一下 如果是透过Skype传送资料也可以 可以管控吗 基本上MDN是没办法做这样子的控管 如果说要限制使用者在Skype上传资料的限制 主要是会透过Skype的管理界面中来去做控制的 请不吝点资料 然后另外会后提醒大家 记得去填写问卷 就是我们超过50人会抽好礼 那如果没问题 OK 好那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 我就把时间交还给艾比 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也可以现在提出或者是呢到我们的问卷里面最后一个地方有一个意见回馈也可以在那边填写问题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直播会在五分钟后10点55的时候关闭 那关闭的时候我们的页面呢 会自动跳转到只有问卷 那如果说你要现在填写的话 可能要在55分前填写完毕 或者是等到55分后再行填写也可以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之后呢我们每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礼拜四上午10点 也都会有office 36轻松学的课程 那如果大家有对其他课程有兴趣的话 现在就可以进行线上报名 那之后可以再一起参与 好那今天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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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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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